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一集 《尖前顾后》 我是Jacky 我是Leslie 我们这个节目到底说什么呢 什么叫尖前顾后 不如说说 是不是打死罢奏 当然不是 尖前顾后当然是叫你留意安全 当然当然不止留意安全 尖前不如说一下 我们的尖字不是尖养为庸 我们不想尖养为庸 我们是尖沙咀码头的尖字 不是大家要唱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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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前的意思是和历史有关的事情 可以这样说 尖前顾后 尖前我们今次用尖沙咀码头的尖 因为我们其实是尖沙咀码头的巴士涌站 就好像这张照片 但亦是代表尖前 就是要尊重我们的历史 去回望我们的历史 所以就叫尖前 顾后的意思是什么 是否看着后面 未来有什么事发生 亦都可以这样说 其实就是要想回我们的城市发展 或者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可否还见到我们现在的东西 他们可否有一个理想环境 让他们继续生活 其实如果照这样说 可能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会觉得 尖沙咀码头 到底我们所谓何人 我们何许人呢 不如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 好 我们其实是一个民间组织 就是尖马之星 尖马之星所谓何事呢 其实就是说 政府在2002年 提出了一个计划 说要将这个有90年历史的巴士总站 就要拆掉 不止90年历史 这么简单 尖沙咀码头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是超过120年的历史 巴士总站就说是90年了 是呀 相对来说 但其实它是香港第一个巴士总站 不知大家就知道这一件事 其实讲解是90年的而且确 可能有些朋友说 明明巴士公司借着 豁户1933的 到底是怎样回事 其实1933年正正是巴士公司 可以得到政府的专营权 可以正式在政府监管之下去营运 但其实巴士公司 早在1921年 就在这个地方那里 它就开始为市民提供这个巴士服务 没错了 其实巴士服务在香港 第一条线就是在尖沙咀码头出发 就去到深水埗 没错 当年的第一条巴士线叫一号 打完仗之后 其实它已经改了个号码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它就变了二号 那这条线其实是去哪里的呢一号 刚才说过 就是在深水埗那边 和尖沙咀码头连接着 其实就是用了现在尼敦岛的钢线 就见证着整个西九龙很重要的发展 所以我们瞻前其实就是看着 就是说这个巴士中站 或者这个地方 它到底在历史上 或者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怎样给我们香港人有一个用途 或者当中发生过什么事 眼前今天我们有很多道具在这里 有照片又有巴士 其实这张照片其实都很清楚 就是尖沙咀码头巴士总站 一幅在哪里拍下来的 我其实当天去拍这张照片 是在星光行 里面拍下来某间酒楼 其实这张照片大家看好似一张 其实这里是五六幅照片去做成的 是PS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位置实际上太窄 那个角落你拍下来 你用鱼眼镜影也会变形 我们就想拍下一个 尽量让大家看到它原型的照片 所以为什么要用几张照片去做成的 其实如果说回这张照片 或者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说到1921年 Lesty说到其实历史还有很久 不如说多一点点 大家在说一个码头最重要是会有什么出现 码头有船 没错 其实那个船就是天升小轮 天升小轮是香港第一条 一个可以说定点定班到海的一个小轮 这个服务是1888年开始 后来直到1921年 大家看到就是说有巴士站在 现在的海运码头其实都很早出现 其实是的 因为这个地步就在那里 他们是1888年已经在香港和海外连接着 因为当时我们未有货柜码头 还有航空交通是未发达的 还未出现 是的 还未有 当时香港人要去外地 还有外国人来香港京商 香港去大陆 很多人都乘搭船来到香港 可能在尖沙咀码头下船 然后可能就走过去乘搭火车 嗯嗯 所以如果这样看法 这里除了飞机没有之外 陆路的交通工具 你刚才说过 早期人力车后后的巴士 铁路也有 远洋渡轮也有 其实这里都很集中 如果在交通方面的历史去看 喂 机场也不是不关事的 咦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里的巴士 是有机场巴士的 是的 其实今天又走回台面 这里有几架巴士 其实里面有很多历史 和巴士总站有关 不如我们简单说一下 刚刚Leslie说到机场 现在我们的机场在赤立角 以前在九龙城启德机场 这一只正是当年的机场巴士 拿上来看看 这一只就是当年的机场豪华巴士 70年代的 70年代的 是 这一只和尖沙咀码头很有关系 当年的201线 对了 201线 由启德机场出尖沙咀 这条线可以说正正把尖沙咀 这一个传统的游客区 跟当时计划机场连在一起 甚至到后来搬了新机场 我们香港去了大嶼山 机场上去九龙 但其实在通宵的时候 亦会有一架巴士去东涌和机场湖 是 那个是N21 所以这个位置来说 都可以说 賴下賴下 即是叫海陆空賴在一起 是不止本土 是将香港和中国 将香港和海外都链接着 嗯哼哼哼 所以如果这一个地方来说 其实在历史或香港的 民生交通方面 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其实还有一件事 香港人经常说 地小人多 要移山填行 我们以前读书时的课本都是这样写的 上个星期城市论坛 好像有人说过地小人多 是呀 这个就看我们迟一点才找机会再说 我们以前读书时 说香港地小人多 移山填海 其实香港的海岸线 这么多年来 过去一百五十多年来 都不断变迁 但原来这个地方 尖沙坠码头这个位置 以前叫九龙角 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稍后再说 稍后再说一说 到底九龙角 这个海岸线 和我们九龙 整个香港的发展 有多大关系 稍后见